第255集 听到三位店主的表态 四店主 为一感意外地说道 想不到你们都同意保下张爷 对了 你们几个老家伙 就不怕得罪了宗门的四长老 大店主哑人一笑 说道 老夫 已经活了三百多岁了 收缘几乎耗尽了 到了这把年纪 有什么好怕的 况且 神器之地 有着自己的规矩 我们神器之地的小世界 从不接受外人进入 四长老瞒着我们 四次将自己的儿子 安排入小世界中 是他有错在先 即使死了 也怨不得别人 二店主 微微点头 说道 正是如此 如果四长老对我们不利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向宗门申诉 把事情闹大 四店主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呵呵呵地笑着 说道 话虽如此 但表面功夫 还要做一点的 这样吧 我们就让这个狮双龙 搜索一遍张叶的经脉好了 反正有我的先天真气帮忙 即使是搜索经脉 张叶的经脉 也不会受到损伤 呼呼呼呼 在几位店主说话的时候 狮双龙狂风骤雨一般 朝着张叶 展出了三十六件 这三十六件 每一件都划出一道可怕的 先天剑刚 每一件都是凌历到了极点 并且发剑的速度越来越快 方圆百丈 都在狮双龙的剑刚笼罩之下 张叶的脸色平静如水 手里的神秘刀尖 一次次地挥洒出去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道的金色天河 凭着第六层后期的龙相公 还有手里的这一节神秘刀尖 张叶稳稳地将狮双龙的先天剑刚 挡了下来 脚下一步都没有后退 狮双龙的攻击 有如狂风骤雨 而张叶就像是一座山 一块巨石 一头远古巨像 任凭风再狂 雨再大 都无法奈何她 一直观战的绿衣长群女子 看到狮双龙九躬不下 不耐烦地说道 狮双龙 你到底能不能将张叶拿下来 要是不行的话 你退下 我亲自出手 绿衣长群女子的实力 比起狮双龙还要高出半截 张叶虽然展示出了 深不可测的实力 但依然没有被此女放在眼里 他紧紧地盯着狮双龙 只盼狮双龙快速退下去 好让他出手 狮双龙的脸色 犹如陈年老将 他没有与张叶交手的时候 曾经说过 一只手就能够将张叶琴拿下来 结果他两只手一起用上 都没有将张叶拿下 现在他双剑都抽出来了 依然没能将张叶拿下 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 狮双龙咬牙说道 师姐 不劳你出手 我很快就能将它拿下了 说着 他的身形突然后退实仗 两柄立剑发出轻盈盈的光芒 虚悬在他头顶之上 以一种玄妙的方式盘旋着 立剑每盘旋一圈 发出来的气势就犀利一分 只是几下眨眼的时间 两柄剑就化成了两道清光闪闪的巨龙 阵阵龙吟之声从剑身上传出来 石双龙双剑上的气势疯狂地攀升 似乎没有穷尽 两柄长剑单单是发出来的气势 就有着割碎一切的为难 站在数百丈之外的年轻高手们 远远地朝着双剑上看上一眼 都觉得头皮一阵难受 石双龙的眼中闪笑着凶残之色 他这一击名叫御龙灭世 乃是从上古秘籍中得来的战绩 有着不可思议的威力 双柄长剑在先天真气的灌注之下 就像是两条青龙一般 有着不可思议的大威力 可以轻易击败同阶对手 就在石双龙躊躇满志 打算一举将张也击败的时候 石双龙突然发现前面金光一闪 一道金灿灿的天河朝着他流过来 原来张也感觉到 石双龙的气势越来越厉害 当下不敢怠慢 主动地发起了攻击 他手里的神秘刀尖施展出破云一刀 遥遥地朝着石双龙展出一刀 破云一刀 刀在云中行 人也在云中行 张也修炼到了龙像宫第六层后期之后 施展出来的破云一刀竟然将刀与人成功地合为一体 整个人就像是一柄巨大的刀 死亡气势 死亡气息 森然而来 石双龙怎么都没想到 张也竟然会主动地发起攻击 更想不到张也发出来的攻击会是如此的可怕 惊骇之下 他再也顾不及 凝聚气息了 他嘴里大吼一声 两柄剑就像是两条青色的巨龙骤然咆哮着 从他的头顶冲下来 朝着张也冲去 天地间似乎停顿了一下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轰隆之声从两人之间发出来 这个声音就像是天地间发出来的雷霆之声 弘大之急 响彻了整个天地 整个天地都被震得颤抖起来 轰然大响之中 张也感觉到两道可怕之急的距离切割而来 手里的神秘刀剑都无法拿得住 而石双龙发出来的双柄剑 与张也的神秘刀剑硬碰之下 也被撞得飞了起来 一时之间 张也手里的神秘刀剑和尸双龙的双剑都化成了光芒直冲云霄 张也感觉到全身酸痛 嘴里咸咸咸的 一口鲜血随时都有可能吐出来 但他却是不经反省 他的身体比尸双龙要强悍得多 同时失去兵器之后 他的肉体就是最厉害的武器 张也一步跨过去 犹如一头从蛮欢而来的远古巨像 狠狠地撞到了尸双龙的身上 张也这一撞 势大力尘 就算是一块十万斤重的岩石 被撞上了 也要碎裂成无数块 尸双龙根本没料到张也会采取如此凶悍的打法 猝不及防之下 被撞得飞了起来 足足飞出了一百多丈 才卸去张也的遗壮之力 落到地面上 狮双龙 头发散乱 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 心里又惊又怒 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他的脸上来 眼睛通红一片 脸皮通红一片 狮双龙惊 他怎么都想不到 张也的实力会是如此的可怕 狮双龙怒 他乃是堂堂的半步真道高手 竟然在张也这个五道九重巅峰舞者身上 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 丢了这么大的一个脸 他不服 他要以张也的鲜血清洗他的耻辱 西双龙嘴里发出了一声狼嚎般的大吼 双手一伸 将飞在半空中的双剑射回手中 就要冲上来 与张也拼命 这时候 绿西长群女子轻轻地叹了口气 说道 师弟 这个张也修为虽然不高 但他的炼体功法已经修炼到了极致 战斗力远生普通的半步真道高手 你还是退下去 以我来应付吧 说了这么一句 绿衣长群女子化成一道绿光 朝着张也飞去 飞到张也十丈之外时 绿衣长群女子的一只仙手 轻轻一扬 只听到虚空之中 突然传来一声清鸣 听到这声清鸣 人们纷纷将目光 集中到绿衣长群女子的手上 只见绿衣长群女子的手上 突然出现了一柄 薄薄的长剑 紫剑柔软而锋利 远远看上一眼 就感觉到心头一领 杀 绿衣长群女子手里的软剑 陡然展开 薄薄的软剑挥洒出 百道绚丽夺目的剑芒 这些剑芒每一道都是耀眼之急 就像是天上的阳光普照大地 一条条繁杂至极的剑芒 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 刹那间就将张燕笼罩住了 周围的年轻高手们 见到这个绿衣长群女子展现出来的剑法 同时倒抽了一口浪气 施双龙 已经是厉害无比了 但这个绿衣长群女子 比起施双龙 又要厉害得多 这个绿衣长群女子 施展出来的剑法 玄奥而繁杂 五到九重的舞者 在这种可怕的剑法面前 连抵挡的勇气都没有 张燕依然是一副平静如水的神色 静静地站在原地 就像是一座厚重沉宁的大山 不慌不忙 不急不躁 张燕又像是一个胸有成竹的绝世高人 绿衣长群女子展现出来的剑法 再可怕 也无法让她的脸色改变分毫 张燕手臂一招 飞到半空中的神秘刀尖 返回到她的手里 神秘刀尖刹刹那间 与她合而为一 张燕明明是一个人 但她给人的感觉却是一柄刀 一股锋利之极的远古刀意 从张燕的身上发出来 将空气冲击得乌乌作响 远远观战的阳顾元 见到张燕这种威势 脸色不由的大变 张燕刚才与尸双龙战斗时 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让她惊意不已 没想到张燕居然还有保留 张燕此时展现出来的实力 简直就是深不可测 蜘双龙这时候 也是脸色大变 虽然她心里很不爽 但她不得不承认张燕的战斗力 比她强悍得多 现在她只希望 她的师姐能够击败张燕 给她出一口恶气 在人们的目光之中 张燕化成了一柄巨大的刀 斜着一股耀眼的金光 冲天而起 直直地朝着绿衣长裙女子站去 在一声清脆的兵器交击之声中 漫天的剑芒消失不见 绿衣长裙女子化成一道绿光 倒退二十多张 嘴角边流出一丝血迹 而张燕却是尽力在虚空中 一动不动 只是身上多出了几个伤口 这一击竟然是两败俱伤 绿衣长裙女子受的是内伤 而张燕瘦的则是外伤 但总体来说 绿衣长裙女子的伤势 要严重一些 哼 绿衣长裙女子根本就想不到 张燕此人会是如此的难舍 她俏脸抖然一变 身上气势一步步地提升起来 压得数十个年轻高手 心头沉甸甸甸的 眼看一场恶战 就要开始 一个柔和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停手 随着声音响起 方圆百丈之内的天地精气 陡然一凝 在虚空中自由流转的天地精气 突然变得坚硬 凝固起来 就像是一块铁 就像是一块钢 站在这个范围内的张燕和狮双龙 同时感觉到身子一致 竟然动弹不得 真道高手 只有真道高手 才能够轻易地凝固方圆百丈的虚空 让半部真道高手都动弹不得 出手的人 正是魏国针殿四殿主 他见到狮双龙打算拼命 于是果断地出手 将方圆百丈的天地精气凝固起来 制止了这一场恶战 感觉到四殿主出手 张燕心里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他刚才大展神威 将自己强悍绝伦的战斗力展示出来 目的就是引起师父 和魏国针殿几位殿主的注意 让他们替自己出头 不出张燕的所料 将尸双龙击败后 师父果然坐不住了 蛮荒大陆 乃是强者为尊的地方 潜力越大 就越受到重视 张燕如果不将自己的巨大潜力展现出来 四殿主绝不会冒着 得罪宗门四长老的威胁替他出头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现实 此时 绿衣长军女子脸色微微一变 朝着四殿主说道 阁下 我们这一次是奉四长老之命 追拿杀害顾云松的凶手 你这般出手干涉 我们不好向四长老交代 而阁下 只怕也不好向四长老交代 四殿主摆了摆手 说道 这个老夫明白 但你们现在这般打下去 也不是一个办法 你们不是想搜索一下张燕的经脉 以确定张燕是不是凶手吗 那现在 你们就出手搜索好了 如果张燕是斩杀顾云松的凶手 那老夫二话不说立即掉头走人 如果张燕不是凶手 那你们还是快一点完成使者的职责 返回宗门去复命好了 绿衣长军女子眉毛微微一变 对于四殿主的这个建议 她是有点不乐意的 张燕刚才战胜了狮双龙 让她都感觉到没面子 她很想亲自出手 将张燕硬生生的擒拿下来 再施展手法搜索张燕的经脉 心里虽然不乐意 但绿衣长军女子 却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微微沉吟之后 绿衣长军女子缓缓地说道 这样也好 狮双龙刚才在张燕手下吃了亏 她很想将张燕打败 狠狠地将张燕踩在脚下 但张燕刚才施展出来的强大实力 让她一点信心都没有 无奈之下 她只好说道 好 那我就亲自搜索一下 如果张燕真是凶手的话 希望阁下不要袒护 四殿主微微点头 朝着张燕说道 张燕 搜索经脉 乃是你证明清白的最好方法 你放心好了 等一下 我会将一股先天真气送入你的经脉 即使搜索经脉 也不会伤到你的 张燕恭恭敬敬地朝着四殿主行的一礼 缓缓地说道 感谢师父为弟子主持公道 不过 弟子不能让他们搜索经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